幻屋想要装修 卻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吗 报价项目一大堆 有看没有懂 谁可以替你把关呢 来 我们请这位屋主来告诉你 他的亲身经历吧 其中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工程验收方面 我们的房子是在新竹 然后幸福经纪人 跟验收的老师就会从台北不辞辛劳 然后很多次来协助我们验收 木座工程验收的时候 发现我们的更衣室有一个木座柜 跟报价单原本的尺寸不太相符 然后有重复报价的情况 这也是验收老师帮我们发现的 然后对我们这些外行的人来说 真的很难去察觉 那其实在设计和跟工程之间 那就是常常会发生设计变革 或是一些调整的状况 当然就是我们新闻经纪人这边 也会建议双方一定要沟通清楚 白纸黑字 才可以避免后续的工程会有争议产生 刚好碰到这一次的老房子需要装修 然后我有试着跟幸福经纪人联系看看 然后发现幸福经纪人提供了设计师推荐 然后还有各个阶段的工程验收 还有信托款项 然后这些服务对我们这些完全不懂的外行人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有帮助 而且这个服务是无常提供的 我们要那么多时间做这种比价动作 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了 后来比例就是说你的比较贵 可是我这样设计师可以帮我捅收一些事情 那由于屋主他本身居住在新竹市 那新竹区域的设计公司其实没有很多 所以他担心后续的装修过程应该要怎么进行 那他本来就常常收看幸福空间的节目 得知幸福经纪人全台湾北中南都有服务 所以他就主动的来电洽询请幸福经纪人来协助 从一开始的推荐到后续的保障服务 那我们幸福经纪人都一路陪伴着屋主 圆满完成这个装修 很感谢幸福经纪人协助我们找到适合的设计师 然后设计师会根据我们的需求 然后一一提供各种解决的方式 虽然设计师很年轻 可是很有经验 是一个值得推荐的优质设计工作室 其实也慢慢适应这边新的生活环境 然后真的非常感谢幸福经纪人及设计公司 协助这一次的老屋繁星 让这个房子可以更贴近我们家人的生活需求 以后如果有机会 一定会大力的推荐幸福经纪人及设计公司